张华县西州国中三条国小躲避球队参加第20届全国躲避球锦标赛 西州国中国男组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 国女组则夺得季军 三条国小小将也获得国小混合组亚军 县长王慧美21日特地前往日赫并颁发表扬状 全国的躲避球比赛有很好的成绩 我们的家主国中他担保国男主是冠军 国女主是季军 我们的三条国小是男女混合的亚军 可以说成绩非常好 在这里除了感谢我们的教练 我们的校长和家长会的支持 也要感谢像我们的文章 像我们的很多委员 大家都很支持我们躲避球队 才有这么好的成果 三条国小校长陈寅齐表示 西州国中和三条国小躲避球队分别成军9年及13年 是将划线躲避球竞赛的常胜军 常代表参加全国赛事为献争光 三条国小更在此次夺得成军以来最佳的成绩 全校只有80人的偏乡小校 但是我们三条小将里面各个将士用命 教练谢其盈非常的用心 我们把孩子训练得非常的扎实 能力也非常的 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尽量的凸显出来 那这一次在全国有29队的国小男女混合组里面 我们可以拿下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 我想这都要归功全校老师的努力 还有我们的教练以及我们三条小将他们 一步一脚印的成果 王县长特别感谢小选手的努力 以及教练老师的付出 让彰化县体育屡创夹击 未来县府也将持续健全运动培训三极致发展 让彰化的运动健儿继续在体坛上发光发热 为彰化县争光 公益频道赖青龙西州采访报道